这个先不说爱情不爱情 你们至少是一个房东跟租客的关系 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闹成这样也没法聊天啊 而且你也是个晚辈 是吧 这太不要脸了 阿姨她对我误会一直都挺深的 而且她有的时候也不太接受我的意见 或者是我所解释的一些 她好像就是完全也听不进去 行吧我来帮你 来来来 来吧 来来来 不就找个台阶下吗 我给你一台阶 你刚才放弃了一个机会 在众目睽睽之下 你应该给人家一台阶下 来算中间 她就是有那个心机全都用在我儿子身上了 你们对这个女孩印象怎么样啊 虽然说今天你很会挑衣服 展示了你修长的眉腿和凹凸有致的身材 但是整体来讲 这个品位是不高的 对一个女生来说 其实上台的话 她可能可以穿成这样的光鲜亮丽 但是她今天知道她面对的人是谁 因为在阿姨的面前 她希望打造出来是一个专装贤惠的 这样的话看起来干干净的女生 总比一个花枝招展的人更让一个长辈 她心机深重 对呀 对呀 她违光啊 她也是大家看的呀 她就是没有为了大家看 她只是给阿姨您看 阿姨您觉得舒服就行 你先简单地叙述一下 您和她儿子之间的关系 就是简单地说 我住了阿姨家的房子 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不懂的 坏了或干嘛的话 我说阿姨 这个东西坏了怎么怎么样 她总让我就是 那些就找我儿子吧 就这么一来二去的 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经常坏 坏了一次两次找了一下 那时候我开门做饭 那后来我就 这个女孩子家 让你开着门什么意思啊 这个事呢 就是说女孩子呢 一都是喜欢干净 就比如说一天不在家了 我们开个门通通风 这是很正常的对吧 而且我们家洗衣机 我们家洗衣有滚通洗衣机 他用手洗 他不是就是为让我儿子看见吗 这个倒不是 我认为有些衣服 就是说一件两件的 犯不上去用洗衣机 而且咱们就是经打卸算一下 省电 省电省水吧 你用手洗的干净吧 你两件衣服 你可能去用洗 省洗衣服 说这点电量水 什么的都算你 这位美女 你省那点水电钱 你还不如租一个普通的小区 你这点水电钱之前 还是这房租之前呢 我认为住什么样的环境 就熏陶什么样的人 住在这样的小区 能让我有上进心 这种鸭子边凤凰吗 你就是攀高枕来了 你这么节点还住这么高档的小区 阿姨 这怎么叫攀高枕呢 我有点上进心 难道有错吗 我儿子是一个学生 对你来说就跟一小学生一样 好骗呀 他单纯呀 阿姨 麻烦您说话 注意一下您的言辞好吗 什么叫骗呀 我说的都是事实呀 没错呀 我没有骗你儿子任何动机 首先我没有骗他 那你干嘛控制我儿子的那个钱呀 阿姨我没有控制你儿子的钱 我只是 我只是让他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花 什么时候不该花 这女孩我现在劝你一句是什么 是你以为现在自己很成功 抓住了他的儿子 也抓住了他的家产 但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抓住 我跟你说 你想想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它是两家人的事 跟这样一位是你为粪土的婆婆 在一起相处你的日子怎么过 我跟你说你是一个自立的人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你不认为那是攀高枝 你说我这是上进心 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头顶削尖了 到一个那么不婚姻自己的家庭当中去 人活一口气 所以这是今天来的目的 你干嘛要 非得就往人身上贴呢 人家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你 他没有贴 我觉得他真心相爱 他可以为了他儿子受的这些委屈 什么真心相爱 你看自己的未来婆婆 这样对待自己 我就应该高傲的转身离去 如果说他这边能够把自己搞清楚 他儿子有的是选择 他现在是拼命抓牢 他儿子不放好吗 这个我没有去向他亲 就是主动向他儿子去献媚 是他儿子主动过来追我的 志明姐是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 你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个女孩 我觉得是 你要戴一个富人的一个假包 你就觉得是真的 志明姐咱不能用咱自己的理想去强加于别人 你就是戴有色眼镜去看他 一个女孩子平平在家呆着非要吵 他怎么没想那么多呢 他就是这么神经这么大条的一个人呢 因为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 富人拎个假包你都认为那是真的 穷人拎个真包你都认为那是假的 因为你觉得他出生不好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告诉你他是嫁与不嫁 他损失的也不是您的家长 那您为什么要带有色眼镜去看待他 这不是有色眼镜 你就是真实的分析 你觉得他出生不好 我告诉你不仅我会这么想 这个男孩整个家族 他的所有亲人朋友都会这样想 你长年累月在这样的眼光下生活 你觉得你会信 归根结底就是四点 第一点他是农村的 第二点是年龄问题 他大年儿子六岁 第三点就是因为他出生不好 因为他穷没有您家有钱 第四总结了一句话 穷人自己奋斗有错吗 这倒是没错 自己赚钱自己工作 这样的努力叫什么攀高枝 这样有错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误区 母亲反对自己儿子 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直接找这个女人谈是错误的 要谈跟自己儿子谈 管好自己的家事 再来找别人谈 我跟孩子谈是无结果的 我才去找他 所以说您的自己 您养了几十年的儿子 您自己儿子都管不住 您还说别人什么 你自己儿子都管不住 你本失败吗 母亲希望儿子能幸福生活 孟陌深爱自己的男友 都有说得清的道理 那么 纠结在母亲与恋人中间的 尴尬男人毛毛 会出现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吗 他儿子跟你提过 出国留学的事吗 说句实话 就是想跟他 在北京踏踏实实的生活 就是因为爱 不想他远走高飞 是不是有点怕 他要是出去了 在外面有了别的情感了 不跟你再去 有这样的担忧吗 有 有这样的担忧 今天为什么是你一个人来 这件事是阿姨针对我的 她总认为我是一个 好 好 好 ifi 可 Tex 看 笑 那么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儿子也有我儿子的故意 你们都能互相理解 你是我一个当妈的 你们能理解我吗 谁能理解我呢 我跟叔叔打拼二十多年了 我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 就想到以后有个好前程 他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们想让他去出国留学 回来之后呢 他能有一份好工作 所以呢 我今天来就是 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 我只想跟你说 放我儿子吧 让他出国 阿姨 家里就是阿姨 求求你了 好吗 放手吧 我知道你和叔叔 挣钱不容易 所以 我才不会让毛毛花钱 那么大手大脚的 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个现场 我就是想让你 别像以前那样误会我 希望您能答应我跟毛毛 继续能走下去 我是 我是出身不高贵 但是我会 一步一个 一步一个角度的 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如果 如果您说 您怕我图你们的财产 你可以去公证 我们结婚了之后 不会自己过 不会新手 向您要一分钱的 阿姨 我是真的爱毛毛的 您能让我们继续在一起吗 谢谢 嘉莲 阿姨今天来到这 当了这么多朋友 就一件事 我求你 放手麻麻让他出国留学 两年之后 他早安回来 如果你不知道是真感情 你等他 你们是真的 我绝对不阻拦你们 而且在这两年当中 你不要跟他联系 让他安心学习 等他回来 你们如果再一起结婚 阿姨绝对不会阻拦你们的 嘉莲 就是阿姨求你了 嘉莲 阿姨求求你 好吧 阿姨求求你了 你一定能把我的心 好吧 你不是爱 爱毛毛的吗 你不是爱 爱毛毛的吗 阿姨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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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你了 心里好的 但跟我留学 我愛你 我愛你